好,弟兄姐妹,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 耶稣在这里呼召了四个门徒 这四个门徒很有意思,我们先来读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语一样 他们就立刻择了网,跟从了他 耶稣沙瓦前走又见西门的儿子雅各 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门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其实耶稣呼召他们不是一次 其实是两次,三次 你看这边,耶稣已经呼召了彼得 彼得是不是 可是我们礼拜天,我们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又讲到耶稣在那个船上 耶稣又再呼召他 说来跟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语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 其实呼召是有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讲 主耶稣的呼召 主耶稣的呼召 我们看见耶稣说,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耶稣说,来跟从我 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呼召 在你一生当中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呼召 耶稣对谁呼召呢 是对每一个人呼召 因为你要记得 我们传福音给人 我不是要让他做信徒而已 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 来跟随耶稣基督的 那我们看见这一群的 这四个渔夫 那他们打鱼 不外乎就是为了要得鱼 是不是 彼得安德烈是这样 那雅各约翰也是一样 说的更缺切一点的话 所有的渔夫打鱼的 他们的目的都只是为了打鱼 那上一代的渔夫是这样 上上一代的渔夫也是这样 但耶稣来了 到处他们说 他们可以突破他们的人生 他们可以做不一样的渔夫 跟上一代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的人生可以有更高的规格 也可以有更高的果效 不只是要得到鱼 而是可以得到人 得人如得鱼 不知道他们了解多少 但绝对是比现在更好 更高更高 是不是 那不晓得比现在怎样 但是一定比现在更大更大 果然最后 他们都成为伟大的使徒 多少的人 因为他们而得救 多少的家庭能够被改变 甚至他们能够转化一个国家 使一个民主 能够完全的复兴 那不但如此 你知道 耶稣应许他们在永世里面 在那个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他们和耶稣一起来 他们会坐在宝座上 和主要一起掌权 那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来跟从我 那这是何等荣耀的护照 今天主也要对你说 来跟从我 弟兄姐妹当年读到这里 不要觉得 这只是对这四个门徒讲的 如果只是为这四个门徒 他记在这边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弟兄姐妹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我那时候我护照他们 我今天我也要护照你 来跟从我 弟兄姐妹永远要认知 这是一个荣耀的护照 你怎么样回应他们呢 为什么彼得亚克 还有安德烈 约翰 他们最后会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乃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护照 有回应 其实很多的人 对耶稣的护照是有回应 但是很多的人 对耶稣的护照是没有回应的 那是某一些人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我做做礼拜就OK了 我的教会有一点服事 我也有十一奉献 那我已经做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 我已经算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那我弟兄姐妹 我虔诚的基督徒是不是 那另外一讲 弟兄姐妹 耶稣所期待的 是你我都要做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在受洗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愿意现在接受耶稣基督 相信他 并且愿意一生跟随他 做耶稣的门徒吗 弟兄姐妹 每个人都说yes 但是我不知道他了不了解 我问他说 但是我还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他 我们是受洗 我们是来跟随耶稣基督 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就是在跟随耶稣基督的 让弟兄姐妹们看见 雅各约翰 他离别了父亲 工人而传 跟从耶稣去的 弟兄姐妹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 不同反响的人生 那也是因为他们开始跟从了耶稣 我们如何跟随主呢 难不成我们要全时间吗 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 更时间来 因为有人问我说 牧师我想要全世界事奉 那弟兄姐妹 全时间事奉 那你今天就可以开始 就可以开始 那不全时间的这个问题都不在于 如果主在生活上为你预备 那你就可以不要 你就不要去上班 你就全部时间做到教育 如果没有 那你必须要靠着去上班 来赚钱来养活你自己 那你就去上班养活自己 但是不要忘记 你知道全时间事奉神的意思 并不在于 有没有代子 那代子事奉也是全职 这个不代子事奉 不代子事奉也是全职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我们本来就是全职事奉神 而这个代不代子 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你就从代子事奉开始 我说我开始在教会里面 我就是代子事奉 那除了工作的时间 我几乎都在教会里面 只要放假 我就是白天到晚上 那时候我单身了 我就天天都到教会去 只要教会有事没事 我总是到教会里面去 那我的假日 我的闲暇 也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 带着一群的年轻少年 带着他们丢姐妹 你知道我当时才二十几岁 我带着那一群年轻人 现在有两个人 至少有两个人 现在也是传道人 也是传道人 那弟兄姐妹感谢出我 带着他们去玩啊 带着他们去参加特会 甚至我自己带领他们 去退休会 我自己做讲员 然后就这样带领他们 弟兄姐妹 其实我在教会里面的角色 我不是传道人 可是连那个年长的人 都叫我刘哥哥 你看就知道 他们就很尊敬我 因为我就很像 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一样 弟兄姐妹全不全时间的这个 这个只是生活的形态不一样 可是你如果要侍奉神 今天就可以带着职业 照样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 那弟兄姐妹 不是你把工作放下来 明天就变传道人 弟兄姐妹不是的 你是传道人 那等到忙到一个地步 上帝说 你不需要这么忙了 我会为你预备你的生活 弟兄姐妹 那时候你就把你工作放下去 保罗做使徒的时候 他也曾经在哥林多的 哥林多在那边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他在那智障喷 因为他原来就是智障喷的 现在好像神没有在生活上供应他 那怎么办呢 他就自己去打工赚钱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是准备这样子 那时候教会很小 教会也没有办法供应我的生活 那时候我就准备 我就准备 我在美国也许 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 但是我至少能够到麦当劳去打工 我已经准备这样做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 上帝总是在生活上 并没有让我走到那一步 让我需要去麦当劳打工 但是我觉得意思说 感谢主 侍奉神 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 虽然生活的形态可以不一样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 就是来跟随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跟跟跟 在教会里面就是全心全意的 把神的事摆在第一 那工作 只是不过养活我的生 让我能够在生活上没有匮乏而已 那我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于神的事情 那这就是 这就是蒙神所呼召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求主祝福我们 当一个人好像要来全时间侍奉神 我们就告诉他说 那他有没有蒙照 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点搞错 因为教会都是这样说的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是同蒙天招的圣洁 弟兄不是这样子吗 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吗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蒙招的 蒙招的 但是蒙招以后 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是受托的 这些人叫做神的工人 神的工人 那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是蒙招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 那全不全时间 弟兄姐妹就看 上帝有没有在生活上 的带领吗 那如果有 你可以有些人 他先生可以养活他 他就不需要 不需要做上班 那他就可以全时间 那或者 他的父母 留了给他一笔很大的遗产 或者他退休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 他生活没有问题 他就把 你把你的时间 就拿放在教会里面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知道你很忙 但是你还是可以啊 你放 反正现在周休二日 不是这样子吗 一天好地弄你的家 另外一天就来放在神的手中 弟兄姐妹鼓励你 每一个主日早上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侍奉神的时间 把你全家人都带来 八点半第一堂 我们就来亲近神 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 弟兄姐妹感谢主 第二堂 我们就正常的所谓的崇拜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以侍奉神为念 对我们解念 这个叫做蒙招的生活 蒙恩的 蒙神的护照 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 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 从最基本的事情来使 侍奉 主与我们同在 主让我们在每一天里面 主啊 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着成就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使我们可以成为 耶稣基督的能够 阿们 中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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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